再見,這麼多人說了話 我們拘捕了兩個立法會議員 兩個副主席就是沒有拘捕主席的 主席的檢號,主席有拘捕 不要說 在這裏我也感謝特區政府 各位人們兩個都回到門口 我們拘捕了主席 可能散了也沒聽到吧 多謝他們 第二位可能 剛才昨天接到電話會議員檢號的時候 我幾十歲的時候 我會想一想自己 我到底做錯了甚麼 搞得我們怎樣呢 你成績這法呢 我去年7月1日 有限給我申請 我說中銀大學前面 警方包圍了我,你不讓我走 我覺得真的很奇怪 但是重要的是我 我為甚麼事要站在那裏 我站在那裏 因為我要返導了底部機制 如果有任何人 覺得底部機制是合理的話 那我沒有錯 不過他不懂我合關 即是如果繼續努力 要返導的事 要繼續為香港爭取民主一樣 我就想 一代人 要做一代人的事 我幾十歲人 如果面對著這點不公平 面對著他們前景暗暴 我們都不會努力到 我們下一代想要怎樣 有了這個好甚麼形式 我覺得 雖千萬人窩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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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